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Stupid Bar 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是Brendon 今天呢 我要來教大家一個 早上就能喝的調酒 威士忌咖啡 噔噔 為什麼呢 要教一個早上就可以喝的調酒 通常啊 台灣的飲酒的文化 都在深夜晚上才正式開始 有沒有 你白天呢 一整天累積了壓力 晚上再狂喝猛喝 隔天又宿醉 不舒服 我覺得就達不到我們輕鬆想要喝酒的感覺 所以呢 我教這邊早上就可以喝的這杯調酒 你可以分段喝 晚上就可以不用喝那麼多 會比較健康喔 好啦 愛喝就愛喝 找那麼多理由 所以 我現在就教大家如何 做威士忌調酒 大家在開始之前呢 有沒有發現 我們畫面有一些許的不太一樣呢 對不對 就是我的右上角兩顆燈泡不見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老實說我已經接下來要拍什麼 我已經有點沒有想法 因為通常有Idea的時候 都有兩個燈泡在這邊嘛 喔 不是喔 因為不能遮住喔 Condulsion 喔 這杯調酒呢 你需要咖啡 你可以像我一樣講究的 你自己自帶一些所沖的器材 但其實咖啡呢 其實在台灣非常的好取得 冰的呢 跟熱的呢 其實都可以 但是冰的比較不建議 為什麼呢 因為冰的話你可能呢 以調酒性質來說 你需要Shake 在辦公室呢 或是在學校呢 Kiricolo Kiricolo的 好像也挺不適合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叫大家熱的 就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手沖熱的咖啡 那這一杯調酒呢 非常的簡單喔 咖啡 威士忌 糖 基本上是用Bron Sugar喔 但是 呃 沒關係 我今天就帶了這個白砂糖喔 然後呢 還有鮮奶油 就這麼簡單 十條 熱的 好 來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泡咖啡 潤它一下 記得很那個 專業了嗎 還悶一聲 差不多150ml的水喔 我這個也不要教大家 大家去Seven買就好了 威士忌 Ocantortion呢 45cc 然後呢 咖啡的比例大概會加到 150-200 差不多 最後呢 再用鮮奶油 可是呢 這個的比例呢 你可以看自己當天的狀況 假如真的太爆炸 太沉悶 你可以顛倒喔 變成150的威士忌 45的咖啡 就看你當天的情況喔 可能會有點不太對勁喔 對 好 來 我們呢 這個呢 加45 再加一點糖 糖呢 基本上呢 我們是用那個 Bron Sugar 但今天呢 背錯了喔 不是 我們再加一點點糖 糖呢 糖其實呢 幫助甜度 欸 不是廢話 不是 因為呢 它加了比較多的液體 所以它會比較稀 所以它會比較稀 它的酒體比較 酒感呢 會比較沒有那麼的厚實 所以糖其實有幫助這樣的東西喔 糖先跟威士忌混合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咖啡 直接下去喔 最後呢 再來我們的鮮奶油 大家不要買錯喔 像有時候會誤會 那個 對 這樣買出來才美 有些都買錯 不是瓜糊泡喔 這是鮮奶油喔 就像 以前小時候要吃那個什麼 中華豆花 買到中華豆腐 之類的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這個感覺怎麼樣 先聞一口 啊 天啊 嗯 嗯 很像真的有養一頭牛喔 你還不知道 欸 這不是林碰營的廣告 深烘焙咖啡 加上這個Oak & Toshan Oak & Toshan 其實這支12年啊 它很棒的地方是 它是用Oloroso Sherry 還有那個American Oak 它裡面有兩種橡木桶 美國橡木桶 它會帶一點辛香料 再加上它的那個學歷 還有帶一點巧克力 跟咖啡 非常的match 還有這些鮮奶油 嗯 我覺得還少一樣東西 我現在推薦大家早上就可以喝 還少了些什麼東西 大家有沒有覺得不對勁 沒錯 就是 早餐的部分 鹹豆腔配上什麼 燒餅 蛋餅 欸 廠商真的很希望我放感情的吃 還只有準備兩份 我們這樣邊吃 我們來先吃一個蛋餅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樣開啟工作的一天非常的愜意 你看喔 我們就是這樣吃邊吃 然後再一點 很像在喝咖啡提神 它其實是酒精幫助 然後你今天就會很開心 等你酒醒的時候呢 欸 你就下班了耶 很棒 哈哈哈哈 不要 但是呢 為什麼呢 使用Occontortion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呢 這種被大大的 Occontortion炎炎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個呢 原始酒譜 這是仿造 Irish Coffee 對不對 Irish Whiskey 它呢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Irish Whiskey都是用 三次蒸柳 那這個呢 是現在蘇格蘭呢 唯一還在使用 三次蒸柳的一間酒廠 那我這樣講非常的無聊 沒有關係 我今天呢 我帶大家換一個場景 去介紹 他們三次蒸柳 因為現在呢 有另外一個YouTube呢 就是 布萊克學學 他的現場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以在 這邊的場景 隨便run玩 我有點緊張 有點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平時呢 我也會看他的節目 加上呢 我第一次看到YouTube的現場 我真的 像小粉絲一樣 很激動 很 這是激動嗎 很興奮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場景 真的你可以快速過關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這台剛剛沒有開 欸 難怪 這怎麼開 這怎麼開 這邊還有那個 可以標記 對 我相信各位觀眾 對這些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興趣 但是呢 可能對我身旁那個 有一個穿橘色的小姐 非常的有興趣 我們來過去了解一下 這邊辛苦的工作人員 嘿 你好 你好 怎麼稱呼啊 Cha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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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聊 我是Brendon 你好聊聊 你通常都會接這些 酒類的類型的東西嗎 蠻多的 對 對 那 Chacha有一些事情想問你一下 好 要問什麼啦 要問什麼 Chacha 你是因為你知道 Chacha才穿橘色的嗎 不是 是因為歐盒的 還在穿橘色 啊 因為那個Chacha是捏劉冰嗎 是 是那個 好啦 對不起啦 對不起啦 對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現在來介紹 我跟Tusha呢 三次真六呢 為什麼現在 其他的速乾酒廠 也沒有在用三次真六 不是三次真六不好 三次真六 它花時間 因為你可能多真六一次 它可能 多了快接近一天的時間 或是呢 它出來的量 也會變少 所以呢 這個呢 不符合 經濟成本的概念 那這個呢 Orgontortion酒廠呢 雖然太舒服 可是它被日本的酒廠買下來 所以日本呢 最會把一個東西發揚光 或是最會堅持傳統的一個民俗 所以呢 他們這三次真六 他們酒匙可以萃取比較純淨 可以吸入相互種更多的風味 其實呢 三次真六呢 Orgontortion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一二三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我也不用來這邊講 來我們這邊有一個 step one 來我們跟著這線 第一次真六出六機 再到中六機 然後收集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中六機啊 第二次真六的時候 它容量只有八千二 可是呢 它的第三次真六 為什麼會這麼大呢 不算一呢 對不對 這就是不符合的邏輯嘛 假如這樣過來 它幹嘛這邊做那麼大 沒有 它們還會再收集回去一次 再來初六 中六 然後再收集 最後呢 踩到這個中六機 真六出來呢 過項目頭 就是它的簡單的三次真六 不是簡單 不是簡單 是它 複雜 大家意想不到的 三次真六 但是至於Occentortion三次真六呢 據說什麼 它比較不容易宿醉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喝過紅酒 可是今天頭超痛 紅酒呢 它可能會有二氧化瘤的成分 比較容易就是 怎麼講 宿醉頭痛 因為雜質太多 可是呢 它經過三次 所以它比較純淨 所以比較 去掉比較多 可以讓你引發頭痛 隔天宿醉不舒服的物質 所以呢 我剛剛說的 不太容易宿醉 所以可是呢 又遇到一種 你需要 喝醃的情況 對不對 你可以跟 acoust者來說 走 來 我們來 這一步 比較好醉 前面 不是 喝了比較不會宿醉 今天呢 差不多就到這邊 大家認識這個環境 大家認識工作人員 以等這個影片播出啊 大家不妨呢 隔天的早晨呢 可以自己試著迢迢看 戰勝工作 戰勝學業 我是六號 不是選舉 我是Brendon 我們Sleepy Bar 下回見 等等等等 忘記跟大家說 要理性飲酒 大家都可以在家嘗試看看喔 Cheers! Sleepy Bar 下回見 掰掰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場景換人呢 有沒有歐洲的感覺呢 而且看看我身後的背板 Oakentotion 它的中文名字呢 還有中文 Oaken 好國際化喔 你怎麼帶野哥出現了 你都假裝喝喔 想騙喔 你不能喝少 你不能喝少 我幫你加一點 在這邊我們再叫大家新的調酒 新的調酒 Oaken加野哥 Oh yeah 噜 麻煩 我洗了 你們 要不要放了 那是 複零